今天我们来看一个横杆跟定位器支撑式的活动假牙 那这是全口的一个缺牙或残根 然后是全口的 这是一个口腔重建的一个病例 那在治疗浅的时候上颚只有剩残根 然后下颚是一个缺牙的情况 那患者会非常希望能够保留这些牙齿 那所以呢 我们会把一些不好的地方拽掉 然后还可以的的话就尽可能帮患者来保留下来 那在治疗前的时候患者原来的活动假牙的固持力很差 所以他希望能够有少数的植牙 做一个植牙的准备 然后呢因为他比较高龄 所以他可能没有希望要植那么多的一个牙齿 那这是患者的一个口外的分析 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去看到颜面部的一个缺少的情况 那我们就可以做一些后续的一个假牙的重建的方式 首先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先做咬合的垃体 那透过这个咬合的垃体 我们可以分别在正面然后在侧面 去看这个地方的时候咬合垃体的平面是不是都非常的理想 那好了之后我们再去校正一个垂直高度 是不是符合病人一个脸型的一个最好的 然后呢我们也做初步的一个咬合记录 从这个记录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得到是说说 这个患者一个骨头分布的情况 还有上下咬合的一个分布的情况 那这是电脑断层用的一个手术导板 然后呢我们有三只子体 所以我们就可以从电脑断层去看 患者的一个情况的时候 这是一个右侧的一个指牙 所以骨头还不错 那这个地方骨头的话有一点点薄 那这是下额指牙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说它的那个植牙位的的话 其实还不错 那在上下额植体植牙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地方骨头比较薄 那下额的骨头都还不错 然后呢左上这个地方 我们就用这种定位器 然后来做一些准备的一个工作 好那这是植体稳定之后 我们开始做一个植牙的一个初步的印模 那在植牙初步印模之后 尤其是下额这种 我们要做横杆的时候 我们更必须去保留这一些横杆的部分 所以必须经过精密的印模再一次 好然后呢我们就分别去上面弓 那有的面弓在上咬合器的话 通常会比较精准一点点 那上了面弓与咬合器之后 假设我们希望咬合去做比较理想 我们就可以用这种哥德式弓 或是Gosierge Tracing 再去记录整个咬合的一个稳定的情况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把它记录成一个咬合的一个中心点 来去做一个使用 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就做一个蜡牙的部分 从这个蜡牙的时候 因为这个横杆是CAD CAM来做的 那这些地方是使用一些原厂所预设的一些零组件的一些部分 然后呢这是一个治疗中的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说 我们的一个假牙的部分是这个样子 所以呢蜡牙看起来的一个效果就还不错 那这是我们的一个横杆的部分 那从这个横杆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得到说 这些横杆要锁在直牙上 那等到这些地方同一次的的时候 我们把这些定位器跟横杆全部锁在口腔里面 然后呢接着呢我们假牙再跟着放上去 然后再看看咬合的一个情况怎么样 然后这个就可以做一个覆盖型的活动假牙 所以从这些地方的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去尽可能上二的话用locator 下面的的话就用bar 然后来去做一个恢复整个咬合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说 患者从一个S来的情况不是很好 然后我们在下二是使用bar 然后在上二的地方就是使用locator 然后再去使用覆盖型液齿来恢复它的假牙的情况 那患者整体的一个口腔的情况 就会恢复的比较理想一些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从这样子的一个口腔重建 在全口缺牙或是残根的的时候 来解决患者整体上咬合 等个的或是一个舒适度